蒋介石最后一个孙子回乡祭祖,看祖宅要买票,临终一样感动全国人。 1949年,随着全国的解放,蒋介石逃离了大陆,他的两个蒋经国和蒋伟国也已经离开了大陆,死后蒋介石父子再也无缘回到家乡。 1988年,蒋经国去世之后,蒋家便开始走向了衰落,除了社会影响力和势力外,最为令人心痛的是,蒋家后代相继患病去世。 如同魔咒一般,蒋介石的三个孙子全部因癌症,早早地就去世,活得最久的还是第一个去世的长孙蒋孝文,去世时只有54岁。 蒋介石的第二个孙子蒋孝武,1971年6月30日,蒋孝武在一家酒店接受洗肾,结果当晚身体就发生变故,最后送往医院治疗,7月一日便猝死在医院,诊断结果是心脏衰竭,十年46岁。 这样一来,原本后代繁荣的蒋介石祖孙三代,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孙子蒋孝勇,蒋孝勇是蒋家三代中最小的一个,早年很受蒋介石和宋美玲疼爱。 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硕果仅存的蒋孝勇在1996年,被查出患有十道癌,作为蒋家第三代最后一个男丁,他希望能完成祖父和父亲的遗愿,同时也了自己的心愿,回乡祭祖。 蒋孝勇并非是在将死之时,才想到回乡祭祖的,早在1995年4月,蒋孝勇就让妻子方志仪随其父母一同到过北京,算是给他打前站,而且方志仪还公开露面,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报道。 方志仪的北京之旅很是愉快,这也令蒋孝勇看到了回乡的希望,最终1996年,蒋孝勇提出回乡后,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,他终于能够回到家乡了。 蒋孝勇此次回大陆,到北京还特意请中医看了病,不过中医对他的病也束手无策,此时蒋孝勇似乎是怀了,不过中医为他开了调理的药,让他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的恢复。 随后,蒋孝勇便迫切地想要回到凤化西口,1996年8月2日,为避免引人注意,蒋孝勇带着长子先出发到宁波,妻子方志仪带着两个幼子后抵达,然后从宁波乘车直达西口。 这一次他们是低调出行,没有前护后佣的陪同,只有一家五口,所以,他们像普通游客一样,花三十元买了门票,才进到了自己的家,这种感觉一般无法体会。 在游览自己家之后,气败了曾祖母,不过蒋孝勇遗憾没能战胜病魔,最终在1996年12月病逝,临终前他对儿子说,你们要记住,蒋家人是中国人。